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学校型评教材触及同性恋、性欲等议题引发部分家长恐慌,质疑学校性教育教坏小孩。 苏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所长林彦卿说,根据研究,12岁是接触色情媒体的高峰期,3岁就应该开始教性教育,有助孩子避免遭性侵。 林彦卿表示,许多家长会生小孩,但不一定有能力教导性教育,近来不少家长团体批评学校的性评教材,触及同性恋、性欲等议题,担心害怕孩子被教坏了而要求参与性评教材的编撰甚至教学。 他说,完整的,有系统性的性教育是需要的,将性教育、性别教育放入学校,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来教导,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。 如一位禁止学校教导,家长也没能力或没准备好教导,就会变成让色情媒体来教导孩子错误的性教育。 林彦卿指出,时下媒体包含电视、手机、电脑、LINE、脸书、Facebook都有可能散布性爱画面,孩子都随手可得,他们从中随意学习,将造成性骚扰甚至性侵或合一性交两小无猜的后果。 根据研究显示,12岁是接触色情媒体的高峰期,他强调,性教育、性评教育最重要的部分,在教导延后性欲望而不是鼓励尚未成年的学生随意性交。 经常有家长问林彦卿性教育要几岁,开始教,他说,三岁就应该开始教性教育,性交行为幼稚园就该教,因为小孩子不知道性交行为时,很容易就被有心的大人侵犯,应该让小孩知道这种事不该发生在他身上,万一遭遇性情,也才知道如何选择逃开或求助。 林彦卿表示,性评教育已进入校园,且已开始传授,他建议对内容有疑虑的家长可透过家庭作业开启与孩子的性沟通,借此了解孩子学到的内容将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,即使部分内容与父母的价值观,宗教信仰有冲突,也可以让孩子学习分辨和包容。